一早到監察院舉發前臺北市長 好龍斌及柯文哲 臺北市議員林延鳳 顏若芳 控訴前市府圖立光鮮 網路業者臺志光 柯文哲市長在八年市長的任內 應該知道有問題 但是卻沒有作為 直覺好龍斌任內與臺志光 簽訂長達25年的合約 如今爆出爭議 好龍斌卻不聞不問 前臺北市長柯文哲 明知道合約有問題 卻還繼續合作 痛逼臺北市長蔣萬安 遇到藍營問題就轉彎 市長難道沒有問題嗎 好龍斌為什麼簽了一個 讓利這麼多的25年 這麼肥厚的一個合約 一約得全市政府 一約得全台北市 除了柯文哲有責任 蔣萬安你也逃不掉的原因 是因為在這112年 你已經是市長了 可是在你的任內 從過去這些公開透明的資料 你都可以看到問題是重重 可是你們全部都放任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略議員僅有前朝留下來的 合約問題 只是日前立委王志堅也爆料 現任北市警察局長張榮鑫 及前局長楊元明 都曾被台志光公司 和藍營議員施壓 問一下那個 有被那個台志光公司施壓嗎 台志光我現在在司法偵查 這段就可能就不太 報應 但定回應交由檢調偵辦 只是如今風波持續延收 講完宣布警察局專案費率 現在通通喊咖 一直都是就事論事 比於事實 而且合約 清楚地對外界都說明 先後入主北市府的蔣柯兩人 還有郝龍斌三任市長 面對台志光爭議接連卷入風暴 可怕都會被監察院列為調查對象 台志光案 柯文哲這兩天的態度 這個博文怎麼樣來看 因為柯文哲覺得 我比較不孤 簽署國民黨的郝龍斌 現在被收押 也是國民黨議員 為什麼大家都把他檢討 拜託一下 柯文哲當了八年的市長 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民進黨議員洪婉珍 他說當時很多廉政委員 就提醒台志光案有問題 他剛才明譽姐也有說 那個保證金廉政委員 都覺得這樣怪怪 但是柯文哲在會議當中 禁字離開 換副市長進來 另外草草決議 針對這個案子 暫且不立案調查 那當然 柯文哲的陣營 也有派發言人出來回應 說那你們要提出具體的證據 協助檢方調查台志光案 釐清案情 不要老是這樣子含沙攝影 用潑髒水的方式來問證 做賊喊抓賊 發言人嗆啦 不要潑髒水 柯文哲比較怕 直接嗆蔣萬安 不要潑糞 都是這樣在說 那另外不過我們再來看 林世宗他也說 他說他其實上任第一年 跟柯文哲有這個便當會 他就有跟他提醒了 台志光這個案子非同小可 你應該把他當作 第六大弊案來辦 結果呢 這個柯文哲就啟動了 廉政委員會來調查 然後但是呢 得到口頭的應允 但是後續都沒有什麼作為 最後柯文哲指說 這個廠商真的不合情 也不合理 但是合法這樣子的回應 所以這什麼意思 就沒辦法 沒辦法處理啊 現在八重就是這樣啦 來柯文 我覺得這個事情要分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 在郝龍斌的時代 郝龍斌的時代 我請問一個光簽這種 與時俱進 然後日行千里 這個科技進步這麼快速的 這樣的一個東西 你一簽給他簽了二十幾年 我請問這個毫無道理 就是說郝龍斌時代 這個約當然是有問題嘛 就是說科技的進步 而且那個約綁在那邊 就變死了 然後呢 哇以後都各個局處 變成一個開口而約 都有這個優 甚至都優先要去這個 使用台志光的這個光簽 變成都要聽他們的話 這很奇怪 然後這個價碼 又不是說便宜 大家一般來講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集體去採購量大 照理講價格應該便宜啊 很優惠啊 而且應該逐年遞減才對啊 怎麼會是一直維持在那種 很不合理的高檔的這樣一個價位 人是越來越貴 所以我覺得這個合約 當時在郝龍斌時代就有問題 好那郝龍斌時代有問題 這個部分 我認為現在陸續問題都暴露出來 郝龍斌去看極光 回來看這兩天 他真的還PO一個極光 大家在吵這個事情 他PO一個 我很幸運看到幾隻極光 好那沒關係 這接下來柯文哲這八年 柯文哲是帶著改革 說改變成真 這樣的一個目標 進入臺北市政府 所以面對這個臺勢光案子 照理講 他應該積極的 有大開大合的作為啊 第一個 你柯文哲任內 你應該要檢討 郝龍斌的母約 你有沒有做 他沒有啊 他不但沒有 他任內還多立了四十幾個紙約呢 這四十幾個紙約同樣都是不合理的啊 那我要請問 這中間的過程中 你柯文哲做了什麼 好 你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例如說 你可以重新議價 你可以重新 這個不合理的地方 重新議約 或者重新檢討 你都沒有做 你還立了這個四十幾個 這個紙約 好 那我要問啊 那裡面過程中 終於說 我動不定 我要這個調查 你成立一個廉政委員會 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契機 但是廉政委員會 這麼重要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你竟然落跑給鄧家基去處理 然後鄧家基也搞不清楚狀況 只好說什麼 只好說 那我們就戰不立案吧 如果當時是市長 我就開花呢 我親自在這邊講 這個案子 我覺得有問題 把這個不合理的事項列出來 這當然要立案要調查 市長如果親自要求調查 你覺得這個案子會查不下去嗎 我不認為 至少我不要說司法調查 你內部的行政調查 總要有一個結果出來 可是我們都沒有看到 好 更扯的是 你要嘛就是說立案調查 要嘛就是針對不合理的 這個費率 我們要在審議的過程中 把這不合理 談在陽光下 結果一百一十年 現在那個契約 那個費率審議委員會的 這個紀錄出來 一百一十年費率審議委員會 七十幾項的這個暗游 結果呢 他從九點開到九點四十分 就結束 這裡面還不是開四十分鐘 這裡面是開了五分鐘 快六分鐘 這裡面進去幾乎是一進去 大家說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全部通過 五分鐘的時間 我跟大家報告 你光是念那七十幾個暗游 光念一遍 例如說立法院在 在這個程序委員會通過之後 要這個在大院 要一讀送交付委員會的時候 光是念那個暗游 光是送這個內政委員會 送這個委員會 都念不完啦 你光是暗游有沒有念完 我都懷疑 你四十分鐘時間 實際上只開了 大概快六分鐘的時間 我請問你 你這些費率審查 有把它趨向合理化嗎 沒有 到最後還是一樣啊 那聽起來是順心要給過 所以五分鐘才開得完 那就像大家悄悄說 待會議大家事件都通過 結論都已經做清楚了 大家進去簽個名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就通過 可是你面對這種高度爭議的 這樣的案子 你可以這樣處理嗎 這個是代表你柯文哲的決心嗎 所以第一個 我覺得柯文哲 你不要光是嘴巴說 那都是問題 那你做了什麼 好 那我再講 這兩天 包括黃珊珊也出來 出來講這個案子 那我覺得 那這個 蔣萬安現在也是 沿襲你柯文哲時代的 這樣的相關的一個查核機制 那請問你 你任內做了什麼 好 那蔣萬安的部分 我認為他最近這個很奇怪 這個案子照理講 我因為不是在他任內簽的 他應該沒有包袱 才對應該大開大盒下去查 是啊 你說檢調 現在只有查一個 這個議員的部分 只有一個陳從文 剪掉的部分 我們沒有無全干涉 因為這個司法獨立嘛 但是我不認為陳從文 一個議員 有辦法吃那麼多 目前為止 我們就看到一個民意代表 這個陳從文 這麼厲害 幾百萬元 他一個陳從文 那後續有沒有什麼狀況 我不知道 但是重點是 你蔣萬安內部 有沒有做一個行政調查 也沒有啊 蔣萬安為什麼不敢大開大盒去查 我看他也是怕查到哈龍斌吧 或者向上延伸到不知道哪個國民黨的權貴會被波及到 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疑雲重重 但是這裡沒有太多人民的權益在其中啊 這都是納稅員的錢啊 當然要水落石出啊 蔣萬安現在的處境是不是像夾薪餅乾啊 就拿到博文說你怕咪咪咪 去咪咪咪到哈龍斌 可是哈龍斌有在關心蔣萬安的心情嗎 看起來是沒有啦 這幾天跟著趙紹康那一團一起到 哇加拿大的這個黃刀鎮 去看極光 而且一臉看了很多天哦 是非常幸運哦 那網友底下回應說 欸台治光的世界你怎麼裝傻呢 那因為哈龍斌剛出國回來啦 我們等等看他有什麼樣子的回應 這可能有時差也還需要調整 不過有時會在底下講他說 別人在台治光你在北極光 不曉得蔣萬安看到這樣子的照片 欸安娜遜蔣萬安 來這個靜言怎麼樣看 蔣萬安可能也會覺得說 最近事情好多 他還想去看北極光散散心吧 這個哈龍斌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從這陣子 大家在釐清台治光這件事情 從一開始好像泡口對準蔣萬安 到現在大概大家會認為說 蔣萬安看起來是相對起來比較無辜的啦 就是說母月也不是要簽的 紫月也不是要簽的 然後他現在只是延續說 前面簽的然後來執行 甚至是柯文哲還不是說 這個困難的是什麼 簡單的事情 輪不到你對啊 所以困難的事情蔣萬安來幫你做 你柯文哲不是上任前那邊 台北市五大案怎麼樣什麼一大堆 台治光這件事情 大家對柯文哲的認識 我們就講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大家對柯文哲的認識 假如真的有弊案 假如真的這個危機重重 有那麼多問題 有那麼多貓膩在裡面的話 柯文哲會放過他嗎 柯文哲早就把他拿出來講了 第六大案 拜託五大案根本查不出個什麼東西來 第六案他現在當然一定要拿出來講 所以柯文哲沒有把他拿出來講 要嘛就兩個嘛 一個就是他真的沒問題 另外一個呢 會不會你自己也牽涉在其中嗎 這個是合理的邏輯推論嗎 那問題是現在大家在講說母約子約這件事情 當初豪龍斌簽的這個母約 他裡面他其實是有訂一個算是這個上限的門檻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就是說第一他訂了這樣子的這個門檻 就是說這個他任內 他其實沒有租用這個台治光網路 一百年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還在建制 建制的話是中華電信負責建制 那所以當然也沒有支付費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後來柯文哲在106年 跟就是同意警察局跟台治光簽的這個費率 他的核定費率就超過了這個上限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那一年這個豪龍斌在招標的時候 他就已經給了這個得標的業者下一個緊箍咒 他就有簽這個 第一個就是在未來的25年內 大家講25年的這個母約 25年內廠商的報價不可以高於民國一百年 那個時候的費率的這個95折 以及行政院那個時候這個 這個網際服務網的契約價格的95號 你說那時候就有寫這一條了是不是 在母約裡面就有 所以等於是說他是訂了一個上限 那問題是我們來看柯文哲 後來他在106年簽的這個二妹的價格 如果依照剛才講的母約100年的那個價格 中華電信的乘商是這個1512元 可是後來勒在106年的時候勒 這個柯文哲跟台治光簽的是1684元 所以說他已經違背母約了 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柯文哲你簽的紙約違背母約 這個是第一個 那你沒有講說他有問題 然後第二更不用講說 那個時候其實世息有去評估嘛 靜音說其實還是很多要可能要到2.5妹 那實際上你就等於只能用3妹 結果柯文哲沒有用 他大部分還是繼續用2妹的 還在那邊沾沾自起說 我好像什麼變相幫幫省錢 對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所以說現在的問題 就是市府本來就要租用網路 跟誰租不是重點 重點是費率要便宜 那你柯文哲去簽訂的這樣子的費率 更不用講說現在大家在討論這個 他的委外這個建制案的這個會議裡面 實際上會議主席 那個時候是這個秘書長 他到了他9點34分31秒才到現場 9點40分就散會 所以大家就在算 裡面通過了幾個案子 這個警局的CCTV16項 然後還有其他相關的這些所屬機關單位 加起來六七十項 這個五十七項左右 然後這個最後你大概平均只花了四秒鐘 就通過一個案子 大家去看這個YouTube 大家還記得這個中共開這個 他們的什麼這個代表大會的時候 同意的請舉手 這個不同意的請舉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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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那個影片都還要35秒對不對 你柯文哲一個案子 你四秒鐘就解決了 所以說你比習近平還厲害嗎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說 柯文哲現在很誇張 所以這幾天大家可以看到 包含我們剛剛前面在談說 這個保齡茶室的事情 陳志涵那邊出來造謠 他的臉書就改了四次的內容 從一開始在那邊講說 台北市政府失職帶度等等這些 然後後來發現不是這樣 又慢慢自己偷家日期進去 為什麼 民眾黨現在就是想要幫柯文哲 去轉移這個台智光的焦點 所以現在對於這個 我們上節目的人來說很辛苦 因為我們一方面要準備 這個保齡茶室的議題 一方面要準備這個台智光的議題 他對於民眾來說 他們其實也蠻辛苦 他們想說 哎好不容易有了一個議題 可以去轉移台智光的焦點 可是現在看起來柯文哲 你現在連這些疑問 你都沒有辦法說清楚講明白嗎 而且很簡單 就大家在講的 你就這個議價的會議紀錄 你到底為什麼不拿出來嗎 黃珊珊你那邊臉書 還在那邊PO一下 哦還那個PO那個公文的 那個暗頭這樣子 好像意思是說 你手上有 那你手上有先不講說 為什麼你可以偷公文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你手上有 你就拿出來講清楚嘛 而且黃珊珊你過去當市議員 當了二十幾年 後來當了副市長資訊局還是你負責督導 你在任內 你都沒有去質疑這些問題 現在你才拿出來 好像要幫柯文哲做危機處理 看起來你就是只是想要做政治工方 來幫柯文哲脫困嘛 嗯 這通通都有責任額要捐 人黃國昌 人就是有栽調 叫相純叫小草出味 等一下回來 我們一起來看